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没有去过 但你说很出色 这间就不和你工作无关了吗 纯粹吃完之后表示欣赏 这间餐厅是法文 英文就是moment 这个moment 看看第三号快乐 你站不住口 有什么特别呢 挺有趣的 这个是不是老板 第一张照片见到老板 老板叫Bob 讲一点背景 老板是美国人 他大了 他不知是美国人 其实他是Asian 美国出生 美国大 他在Vegas大 Lamemont是一间扒房 但老板是一个音乐人 他是一个非常热情好客的一个美国儿子 那跟他说话 你说中文 说中文 说中文 他会用一些很慢的中文跟你说话 你说英文 他就会很... 像不像Gravity 他没有他那么聪明 老板是一个非常热情人 他就算没工作 经过他也会请你喝杯东西 这些都是很美国人的 对呀 这种性格我是不明白的 他们就像天生就是这样 没有陌生人的概念 任何人都可以共他说话 而且你去这里吃饭 老板会问你 你想听什么歌 那怎样 我要提笑因缘 这些就难到他了 但如果你说 选择一首歌 而他又认识的话 他就先会用店铺的音响播放 然后他会自己弹 或者他真的认识 他就直接自己弹 所以里面是一个超互动的地方 但他不是煮东西的人 他懂得煮东西 但他也有厨 我才在想 如果他在那里弹东西 他没理由同一时间可以煮东西 他很厉害 你真的不要小看他 他是满场飞的 他又会煮东西 又会弹东西 又会来和你聊天 又会和你喝两杯 然后在街上收拾一两个人来喝东西 那间店铺在哪里 那间店铺在Pill Street 但是他开了多久 13年 很厉害 等一下 为什么完全没有人说过这间餐厅 少许我认识的人 是的 特意来说 那个厉害的地方 就是一间预纳不倒13年的扒房 但是为什么我所有朋友没有人认识 我没有见过有人朋友post 你现在认识 它是一间很小的店铺 很小的 整间店铺大概10个位置 主要的顾客都是半堂番或者是外国人 什么人都有的 其实都是大家平时去中环吃饭会看到的那类 就是有外国客 有半堂番有local的香港人 明白有weekend的出街玩的朋友 是的 开了这么多年 十三年 你真的要介绍一些很特别的店铺 我觉得这些才值得要讲一讲 真的要 真是要 虽然过完也很值得讲一讲 值得 传媒值得 但是这些有点神秘 可能我猜一下他们开十三年 但可能他的店铺的位置或者风格或者老板 令到本地香港传媒或者本地KOL都忽略了 其实是的 因为香港很多小店 其实他们真的是小店 自负盈亏 也没有太多预算去做很多PR 有人帮你去做tasting 不会找到记者 反正这些可能有偏外国口味的地方 本地很土产的KOL 又未必会真的会经常去 是的 因为觉得有点隔膜 因为店铺小小 现在你知道很多人吃饭 吃饭是50%的 another 50%就是你去打卡 拍摄鸡 如果店铺小小 你又不是有很多卡可以打到 纯粹你是去欣赏食物才会去这个地方 我想问 譬如你在这里吃饭 假设他不是对着你说话 他也在弹吉他东西 是的 所以不断有他自己弹琴的或者唱的音乐 唱歌 我没有听过他唱的 他只是弹吗 他只是弹琴 他弹得ok吗 非常ok 他是音乐家 他是musician 为什么 他是弹电子吉他吧 因為這張照片看不到 有三四支結他放在周圍 禮手就要拿起一支來彈 而且這間店是有M的 音箱大大舊是有幾個在那裏 所以專業可以彈到東西出來 有這麼有趣的 接著我們看下張照片 那張照片是否是音箱 我不知道是甚麼 這張照片是剛剛提到的 餐廳的座位是這樣的 而後面就是剛剛提到的 他的結他就是這樣放在那裏 隨時拿起手就可以彈 但這張照片也看不到那間餐廳有多大 好像沒有放太多的外面 有多少座位?有20個? 10個 那他又要做了十多年 所以真的少碰 十多年,當時還沒有Facebook 還沒有Facebook 他只是近一兩年 只學會用Instagram ok 接著下一張照片 他有很多酒 所以你也有去 因為其實你知道 扒房跟紅酒有一個莫大的關係 雖然你看老闆很音樂人的造型 但他本身對於酒是極有研究 所以他店鋪的酒全部是他自己找回來的 怎麼說不會有太多 commercial label 都是他全部他自己試過 他喜歡覺得好喝 他拿一兩瓶回來買 所以那裏的酒是沒有menu的 你一坐下或者你想喝酒 他就會好像朋友一樣打開雪櫃 就是這瓶 ok 所以都挺有趣 那如果你自己帶走去又會怎樣 我沒有帶過酒去 但我之前有 第一次去吃的時候 就是跟我以前的老闆去吃 因為他是老闆 我老闆跟他是朋友 他喜歡帶就帶了 明白 所以有些都沒有計算 明白 接著好了 下一張相片就是他們的湯 是不是 是 為何要說這個湯 其實這是我最喜歡他這間餐廳的一件事 話說這個湯是十分極之好喝 其實他也是一個番茄湯 但有趣的是因為老闆是鬼仔 那時候我就叫他 說給我聽這個湯有什麼 他就說青紅蘿蔔煲豬腱 不知道他懂的廣東話就是這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ok 但其實他不是青紅蘿蔔煲豬腱 其實是一個番茄湯 但他一直都不願意去分享那個 recipe 是什麼 但我覺得我在香港喝過最好喝的這些餐前的湯 但我是沒有辦法分享到那個材料給大家聽 ok 但很想說的是你試過你真的會覺得 其實要說一點背景 因為他的菜單沒有什麼好選擇 他的菜單的形式就是 有個湯有個沙律 然後有個扒 對的 如果他只有十個座位 他的廚房也不是很大 他可以做到的東西不算很多 但他出色的位置就是 他每一樣東西沒有怎樣很簡單 但每一樣東西都做得極出色 ok 包括這個湯 一般你去西餐廳也不是煮湯 你喝多少 但這個是好像家裡煲的 我看下一張照片 都是一些湯 都是同一碗湯 就是同一碗湯 一吹就出幾款 是啊 對的 外表也很西湯 對的 其實他不是青紅蘿蔔 老闆認識的中文就是這麼多 所以他只可以這樣去形容 明白 但可能他的意思也對 都是那些菜 下一張照片 應該是你在煎牛排 對的 我想說 他跟我說 其實他的牛排也沒有什麼特別 只是選擇的時候選擇得漂亮 那還不夠嗎? 其實牛排就是最重要的這一部分 但我真的很想說 因為我是一個極愛牛排的人 我是有加入Facebook牛排關注組的人 我真的要搜羅全香港最好吃的牛排 在哪裡 但他這些 一個爐仔這樣煎幾塊 但牛油 mediumware首先煎得很對 然後肉味又很濃 該肥的地方肥 該瘦的地方瘦 但又真的沒有什麼秘密 就是這樣煎 但很好吃 而且他的爐也是 我以前小時候看到快餐店 用來炒意粉 煎一下 漢堡牛排 但我就是說 你的客人看到是不會去的 因為你看到這樣的爐 你覺得不fancy 但好吃 但很難說 我記得 我去日本 東京 不是今次 就是之前 講開又講 我有個米芝蓮星級 拿了星的廚師帶我去吃天婦羅 他帶我去一間店 他用一個平底鍋 煮滾些油 然後煮天婦羅 鍋是好像家裡用的 那天的天婦羅真的非常好吃 比我吃那些二萬日圓 就是這樣 同樣原理 其實根本不一定要用fancy的餐具 廚具 你做到就做到 所有東西都好像平平無奇 但是就是那道菜 很好吃和很有誠意 那這樣煎出來 下一張照片就煎到結果 是的 上面再加一個帶子 帶子 你是要on top再加 你可以這樣點個扒 如果你想要帶子 但現在這樣加上有多美 是啊 不一定味道上會相對抑張 但樣子就ok ok的 因為剛剛說過 menu是很小的 其實有簡扒 要是牛 要是羊 要是鴨胸 但唯一有少許flexibility 你可以選擇加不加帶子 但不可以加樂關 我好像沒有聽過這個option 明白 可以說少許 它可以變動的位置就是這麼多 剛才在煎餅上面煎的牛扒 就是現在這塊 他收多少錢 其實他又不是特別貴 因為他只有一個menu 所有人都是那個價錢 你吃牛也好吃 羊也好吃 即是三道菜 我以前吃最初去好像是800元一個人 他不貴 即是很正常的價錢 是啊 現在是多少錢 現在我不知道 我當成千辣 因為我後來去 他都好像 因為我們都很熟 所以他都是 隨便收錢就算了 明白 他有網絡可以見到 有page可以見到他收多少錢 他是那些很落後的美國人 其實也是近年才懂得玩instagram 即是他不會放menu上網 不會 因為剛剛的menu就是講完 一個湯 一個沙律 一個扒 這個地方其實是對的 因為不用吃那麼多東西 即是不用吃十道菜 其實如果你那樣東西好吃 你就頭盤去加主菜 再加少許甜品就可以了 喝少許酒就可以了 或者有人煮個芝士吃一下 也是的 再下一張照片 是不是同一個牛扒來的 是的 切開了 這張照片很好笑 這張照片首先是IG來的 是老闆剛才BOB送給我的 因為我就跟他說 我要拿這張照片給別人看 然後老闆就說 你不如用我這一張 就切開了 讓大家看到裡面是怎樣 這張好像PR照片 這是真實吃的東西 是的 他自己用電話拍的 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所有東西都沒什麼特別 但他煎的扒出來 就是很好吃 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牛都是美國牛 是的 但是他沒有說到任何 秘訣的地方 那時候我問他 我問他為什麼這些牛那麼好吃 他說堅持用Prime就可以了 其實間間很多都會說用Prime 所以我就說 那不是什麼秘密 對 那為什麼其他寫著Prime的那些 我不知道 所以我就說他應該是有秘訣 所以死不講 都不奇怪 沒有理由說了拆自己招牌 而且因為他真的是小店 因為他的店鋪在中環 在Pill Street 他是自己去街市買菜 即是他真的自己去選 逐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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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貨的成本高 就不行 即是我猜 或者他跟肉食供應 某些供應商 原來是很友善的 細膠 由小玩很大 那些 我猜而已 我不知道 最後那張照片 就是因為看到他有杯咖啡 就知道這個是End shot 這個最後就是要說一說 其實他的樣子就是這樣 他的樣子又好像 這種樣子經常都會看到 即是現在那些戴頂Cat帽 但是反轉大 不是很理直 那些很美國的風格 其實他就這樣看 他不是很… 即是挺本地的 即是現在很多都是 戴黑粗邊眼鏡流騷的 始終回了香港 過頭也十幾年 你可能現場看到他 你就會感覺到美國的味道 現在我這樣看就不知道 因為有時候你整個人 站起來的動作 說話的態度才知道 就是這樣 很nice 很nice 即是那種nice 他沒有陌生人 在這個世界 所有人都可以跟他說 那他就這樣打電話 訂桌 你打電話跟他訂桌 然後他就會跟你說 不如你WhatsApp我 他就是這一種人 明白 總之你第一次認識他 也有種好像 他就是你認識了30年的朋友 然後就… 那這間店叫La Momine 其實就是this moment的意思 所以大家值得可以留意一下 尤其是喜歡吃飯的朋友 就得管試一下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等著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1000元 請職訂購支持